一家屋如果要住得舒服 除了環境好之外 其實家居風水也很重要 如果一個不小心 焦了一些髒東西回來就麻煩了 現在立刻請教師傅 風水是陰陽之分 陰渣是給一些拜拜的人 陽渣是給我們這些生吐吐的人 陽也代表陽光 所以陽渣最重要是陽光足夠 我看見很多會撞鬼的家 很多時候你一進去 陰風陣陣 窗又不多 陽光的光線好像接觸不到 甚至乎有些房間我們叫黑房 我見過了 黑房是三棟牆沒有窗 然後就滿了 其實是工人房那類 加上濕氣重 這兩大東西 就是極容易撞鬼 還有就是如果那個人 那個床頭是長期是靠窗 那個人會經常做一些很真實的夢 很古怪的夢 很多時候也會包含惡夢 有很多時候遇到那一陣子 未必一定是有整大個的洞 可能是會報夢 以夢的形式來找你 也會導致整個房間 或者你整間屋 好像 總是一個人好像尖寒尖凍 很多女士也經常會 和小朋友也經常會犯人的一個錯誤 就是太多的人形公仔 在這個房間 OK 看你的樣子 可能你也是其中一個人 都很視乎 就是什麼的人形 如果是越像一個真人 那些公仔 就越容易會 就是那些肌肉 越容易會是這樣的 即是說得白一點 是會容易招音的 因為為什麼呢 很多時候靈界的朋友 因為基於他們生前都是人 所以他們有時會附上一些物件 最好都是有眼而口鼻 有手有腳的 我見過有些客人 就是太多 他整個床 就是圍著他 再加上他後面是窗 即是沒有靠山 也是整天做噩夢的 太近河流 太近海也不是那麼好的 即是如果你這間屋 即是你這間屋 三邊都是水 這樣包圍著自己的話 又是容易 因為水 你記住是陰的 好在乎你的海 究竟是跟你有多近 即是我就覺得 50米至100米 是一個好的距離 即是起碼 不要太近 即是譬如你這棟 這棟樓 這棟就立刻 即是好像港澳碼頭那樣 即是那棟樓 即是下面就是海 即是好像在海上那樣 基建 這些其實都是容易招音的 所以只不過是做商業用途就最好 很多所謂的有錢人家 他們都很喜歡儲一些叫古董 就是一個辦公室 是經常都會聽到聲音的 剛好他們的門樓是很誇張的 即是比較闊一點 他們說有時候怎麼裝一下 好像見到隱約有隻腳 是不知道怎麼走過的 那些古董你不知道 究竟生前那個人 究竟是怎樣 拜拜 究竟是否偷回來 還是有沒有一些東西附進去 你永遠不知道 還有有些人是陪葬品 你也不知道 所以就會很容易招音 和人家不想你 我們來親手 在那邊 我們來 我們來